很快的開始我們今天的講道 在開始之前幫我們按一個讚 鼓勵一下我們喔! 還有幫我們訂閱 讓更多人會看見我們這個頻道 另外幫我們按一個分享吧 為什麼?因為分享 可以讓你的朋友們都看到一個很棒的講道 而且是傳福音非常好的方式喔! 另外,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你可以幫我們打開小鈴鐺 這樣最新的影片就會馬上通知你 另外,我們在YouTube的平台上面 我們做了很多個新的頻道 我也鼓勵你幫我們做剛才的訂閱、分享 還有按讚 讓我們可以得到更多的鼓勵 也讓更多人看見上帝美好的福音 願上帝祝福你 好,很快開始今天講道 讓我們起來禱告 所以說我們向你獻上感謝 主要我們今天何等的幸福 主要我們可以來到你的面前 主要今天就是葉華所定的日子 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說話是的,你那個祝福 要透過今天的講道 留到我們這裡的每個弟兄跟姊妹身上 無論你在現場的、在直播的 或者是在未來看見的 你都上帝超過時間 上帝超越時間 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無所不知 祂知道你各樣的需要 祂就在你的旁邊 祂要來為你成就 那關乎祂的事、關乎你的事 主要是的,保守我們的心 主要是我們今天有傾聽耳 跟傾聽耳 請得到你的Rema 你話語被解開就發出亮光 那個大能就領到我們 祝福這裡每一位弟兄姊妹 主要是的,分別為生孩子口 跟孩子的心 你已經做成這一切 也祝福這裡 主要祝福我們在無論在現場的 無論是在台中的、在彰化的、在高雄的 無論是在香港的、馬來西亞的、新加坡的、美國的、加拿大的 還有世界各地的 主要哥斯大迪加的、文萊的 都在你的恩典裡頭 主要是的,也祝福我們當中 有些弟兄姊妹 他們一直很想要在自己的城市 有能夠直播的點 你也來做成那一切 使大家可以聚在一起來 分享上帝美好的恩典的福音 恩典的真理 祝福我們每個人 今天我們要得到屬於今天特別的祝福 今天就是你一定要祝福的日子 欣 Idol億典祝你祷告 阿們 好我們來讀第一個經文 西伯來書10章25節請練 OK 好這是西伯來書10章25節 我們上次講到這個地方 然後呢 為什麼還要重提這個經文 因為其實這是後面要講個東西的善文 如果我不提就会没有听出一个味道 但是呢也顺便讨论这个问题 有听众姐妹问说 牧师那你都说 反正我不来聚会神也爱我 那我不去聚会也没关系 问题就是不可停止聚会 我们上次讨论过这个问题 首先什么叫不可停止聚会 难道我们每周来一次就是没有停止 或是我们小组也有去什么就是没有停止 但是我一周有没去就是停止了 其实不是这样 重要事情是后面的经文 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了的人 所以重点是不要停止惯了 所以有些人两个礼拜来一次 神还是爱你啊 你另外一次看直播就好了 对不对 或者是你一个月来一次 你剩下三次或四次看直播就可以了 也可以 问题还是 但是还是有一点 那我不看直播 我一年来一次好不好 你干脆一生一次算了好不好 而且那次还不是自己走进来 是被推进来的 就是追思礼拜听懂意思吗 有人 有西方国家人一生只去两次教会 一次是婴儿洗 第二次是被推进去 两次都没印象 这到底是什么人生 我跟你讲 这样如果我们讲的这么夸张 你就会感觉 这对他生命一点益处都没有 对不对 好 今天其实我们比较直接的说 我们恩统教会其实很在乎一个实际的东西 我不会讲一堆在天空飞了 然后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讲跟你有关的 你知道神常常透过本周的这个主日 在对你说话要带领你吗 你能够接受 你能够接受 比如说 好 我原本预计今天要得到的祝福 下礼拜才拿到吗 这样说好了 你今天就需要这个灵感 结果你在下礼拜你才得到 那你这周你怎么过 你今天就需要完成这个工作 或是今天就需要被神引导这件事 然后你到了下个礼拜你才终于看了这个讲道 你领受到了 那你说白受苦很多天 懂我意思吗 神预备好对你说话 我们很多人会寻求上帝的心意 觉得说 我现在要找这个工作 要怎么办 你觉得心意是什么 主啊 我现在要做这个决策 我要不要再成立一间公司 我要不要再开一个店 我要不要跟这个人结婚 我要不要跟那个人结婚 只能跟一个 好 当然了 OK好 所以事实上上帝有他的时间 他量给你那个东西 所以如果你在那次聚会 你没参加礼拜天 别再拜托你要看直播 你真的没有看直播 赶快看我们剪好的新的影片 因为很多时候神 因为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说 很多教会会说你要委身哪个教会 比如说你是恩宠教会的会友 我鼓励你 你就是继续的每个礼拜都要看 为什么 因为神就是很多 有很大一块 神就透过恩宠教会的讲台对你说话 真的啊 如果你是其他教会会友 感谢主啊 你就要好好听你教会的牧师讲道啊 真的是这样 那是神引导的一个方式 但是不是唯一的方式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叫做什么 就是你自己与神的灵修的时间 所以有些听众姐妹会问说 牧师那我现在想要寻求 我要不要做这个工作 然后有人就说 那我就跟神求印证 然后他就准备一个羊毛 明天早上干了的话就是 然后我不想起 明天早上湿了就是 你知道那是旧约吗 而且你知道那个是 你刚才这样好了 主啊 明天太阳起来 有太阳就是 每天都嘛有太阳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其实在新约里头 你去看 我问你 新约圣经里头 哪里有一个人求羊毛的印证 有没有 新约 新约里面真的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们来到神的面前 保罗他们去做事 让圣灵引导 可是他们也曾经传福音 传到某个地方 然后圣灵说 你们不准传福音 对不对 然后还绕一大圈 他不是跟你坐高铁 坐到高雄的时候 不可以传福音 就回台北 人家就走路 你我不早点讲老大 我走了两百公里 不准传福音是怎样 可是那是真的 圣灵上真的是这样 有这个案子 耶稣的灵不许 圣灵不许 可是没有关系 其实重点是什么 我要跟你说的事情是 你要有一个与神 个人的引导 最好的寻求神的方式 是神的话 那神的话是什么 就是我会不要跟约翰结婚 有一个姐妹 要不要跟约翰结婚 然后就把圣灵 故意往手后面一点点 因为他知道约翰福音在后面 一番约翰福音 我可以嫁给约翰 这就是控制神 懂吗 而且你老公的名字 如果不在圣经里面 你这辈子是不是不用嫁给他 这是什么东西 或是如果你的老公叫油腿骨 你们这辈子也翻不到 你怎么那样翻也翻不到 你就不用嫁给他 所以不是这样 对不对 而是你要有一个固定的灵修 我们很想教会 有每天固定的灵修 对不对 神很可能就对那个 你每天都看 然后神就透过那个对你说话 但是如果你在寻求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鼓励你 比如说我以前是这样 比如说今天假设25号 我就读真言25篇 然后今天26号就读真言26篇 今天1号就读真言第一篇 然后而且我是每天都读 所以神很多时候都对我说话 你知道我昨天还在找说 我以前我11月几号 我就是某一年的11月几号 我的某一个话 因为我有一个我自己的编码 所以我都可以直接从圣经 诗篇128篇 然后就是我某一年的11月18号读的 我有一个我的算法 你不用问我 因为你不需要学我 那是我跟上帝的事 我在经营我跟上帝个人的关系 你要有一个属于 你知道我跟上帝还有个人的记号吗 上帝如果要跟我讲什么事 他就会给我看某个记号 你知道吗 你要建立你跟神个人的关系 你懂吗 比如说有一些夫妻就是 他们会有一个自己的记号 然后比如说好 假设老公常乱讲话 所以老婆每次一起吃饭的时候 跟朋友在吃饭 然后老婆就会替一下老公 老公就赶快不要讲话 然后就有一次他们在吃饭 然后老婆就替一下老公 老公就说起来赶快不讲话 然后回家说 我刚才讲错什么 你干嘛要踢我 他说我没有 我可能不小心踢到你 可能是这样啊 这是真实故事 他老公就我 没有 因为湘君有些时候会提醒我 所以他有一次做了某个动作 我就以为他还要提醒我 然后我就 然后就很好笑的讲 好 OK 好 所以我要跟你讲的事情就是 你要 那是一个关系 你懂吗 你要建立你跟神的关系 那叫做什么 我们常常都是 那个叫做 他们叫做临时抱佛教 对不对 就是 你平常都没有跟人家很熟 你有没有那种朋友 你跟他都不熟 打来就是要借钱 有没有 或者是打来就是有所求 但是如果说你平常 你跟人家关系很好 当然大家周转一下 有些时候是可以的 但是请不要在教会里面借贷 我的意思是说你在生意上 生意是有一些那个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要跟神建立一个平常的关系 你要有与神自己单独的 你自己的进度 你读你的圣经 读一篇真言真的很简单 你一天读一篇真言 一下五分钟十分钟就读完了 然后神就透过那个经文对你说话 真的 然后多少次 那个东西就可以影响 会告诉你 你不用去卡一些很麻烦的事 你知道八十二十原则吗 你的收入百分之八十 是百分之二十的时间赚来 你的公司里面百分之二十的优秀人 赚百分之八十的收入 我们生命中 百分之八十时间 在解决那百分之二十的犯错的问题 真的 那但是你百分之二十 剩下百分之二十的时间 是你真正收益的来源 所以你少犯几个错 超级省事 那怎么少犯几个错 来到神的面前寻求 你知道吗 跟一个 跟一个错误的人交往 浪费了时间跟金钱 你还不如那时间 你钱存起来自己去玩 你干脆直接跟对的人交往 然后直接进入美好的婚姻 这样才对啊 是不是 那就因为孤单 就不寻求 就那个 何必咧 对不对 好 为什么从不可停止聚会 讲到这个呢 好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在停止贯成 所以不要停止贯了 但是不要定自己的罪 但是 为了你好 请你每周都有主日的习惯 如果你真的各样的原因 你就周间看 但是周间看的意思是 请你 不是放了 你就 然后 这边放讲道 这边看看去 不要骗自己了 好不好 或者是这边放讲道 然后你就在那边做别的事 其实就是你分别一段时间 专程的 好好的听 让神对你说话 不然就很可惜 何必要这样呢 好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贯了的人 所以这边不仅仅只是所谓的 在这里聚会 而是你要有固定的重神灵 那个灵粮 吸取灵粮的一个能力跟习惯 好吗 你的小孩是不是都要按时吃饭 你的灵命 你也要按时吃饭 让自己提神 所以都要彼此劝勉 既知道那日子临近 就更当如此 简单说 耶稣真的快来了 我们真的要彼此劝勉 不可停止聚会 好 按照上次其实大家就很多会问这个问题 我在讲清楚一件事 就是你不聚会神 还是一样爱你 可是为人你好 你要聚会 因为他要引导你 他要帮助你 OK 好 可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是要讲十章二十五节 是因为下面会有一个经文 是让大家有害怕的 所以呢 我们要一起把它念过之后 然后从它的前文来看 就会搞清楚怎么回事 好 所以呢 我们来念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 开始 请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 若故意犯罪 赎罪的计就再没有了 唯有占据等候审判 和那烧灭重敌人的烈火 人干犯摩西的律法 凭两三个见证人 尚且不得连续而死 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 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 当作平常 又谢曼施恩的圣灵 你们想 他要受的刑罚 该怎样加重呢 因为我们知道谁说 伸冤在我 我必报应 又说 主要审判他的百姓 落在永生神的手里 真是可怕的 OK好 这个经文 我相信不少弟兄姐妹都读过 而且有很多人 可能用这些经文 在跟你说各样的东西 可是你会发现 我故意把十到二十五节 留在前面 我们解经很 很基本的一个东西 是上下文 对不对 你会发现 十到二十五节 在讨论不可停止聚会 然后什么二十六节 突然在讲什么得知真道 因为其实他在讲 同样一件事 OK 大家记不记得 希伯来书的受伦者是谁 非常大的一部分的人 是正在犹太教 然后来基督教的目道人 他们根本还没信耶稣 他们在想我还要不要 因为他们受到很多的迫害 大家知道吗 十章二十五节 为什么要讨论不可停止聚会 谁告诉你 因为有很多 很多犹太教徒 他们知道了 他们感受到 好像耶稣真的是弥赛亚 因为耶稣符合旧约所有那些的预言 他也感受到那些神迹奇事 彼得 保罗 约翰 他们这些人所做的这些事情 那如果不是靠着神 真的不会做到 然后知道他们原本是无学问的小民 所以有人说圣经里面没有小民 有 无学问的小民 好 真的在识图心传 好 OK 所以有恩宠教会连举例 小民都是有圣经根据 好了 所以他们原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然后后来就 却可以那样子的兴起为神做那些事 然后教会这样的扩展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 哇 他们那时候犹太人叫他们拿撒勒教党 那个拿撒勒教门或是拿撒勒教党 哇 感觉很厉害 所以就去参加他们的聚会 懂了吗 而且他们比较特别 那个我们以前都是礼拜五太阳下山 礼拜六到礼拜二太阳下山 这个安息日聚会 他们都礼拜天聚会 反正我有时间 两个都听听看吧 因为时间错开嘛 对不对 一个是礼拜六 一个是礼拜天嘛 对不对 就可以分开聚会 所以他们就两个都去听听看 所以希伯而说的作者在跟他讲 你们不要停止去参加基督徒的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 然后才开始讲26节 你刚才念那个很可怕的经文 懂了吗 所以你知道他在对谁说 他不是在对信主的人说 刚才念到我们得 你看这个经文读起来 大部分人都会读到 故意犯罪赎罪的自己就再没有了 意思就是什么 你就会以为 如果我是一个信耶稣的基督徒 我还故意犯罪 就不会得赦免 看起来是这样的吧 有没有听过有人这样教 也许有人听过 也许没有 但是这边在讲的是什么 我们得知真道以后 如果故意犯罪赎罪的基督徒 再没有 他在讲什么 意思是 后面其实有解释什么 叫做故意犯罪 29节这边提到 那个故意犯罪就是 践踏神的儿子 将他的成圣之血的约 成圣之约的血 把神成圣之约的血 当作平常 又泄满失恩的圣灵 简单说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 就是你不相信耶稣基督的血 耶稣基督为你做成的这一切 是成圣的约 你不相信你因为相信 就一次成圣 一次成义 一次完全 所以你泄满那个失恩的圣灵 你泄满那个恩典的圣灵 懂意思吗 所以其实他是在跟那些 你知道我们前面查经还有读到那个经文是 尝过天恩的滋味的人 你知道耶稣尝了却没有喝 同一个字 尝过天恩的滋味 不是喝进去 是尝 你有没有尝了却没有吃过 咬一口 哇 怎么难吃啊 吐掉 或是 那也太吃了 然后吐掉 有没有 你有没有吃过一个东西 哦 怎么那么辣 然后赶快吐掉 或是 哇 怎么那么好吃啊 一定会吞下去 对不对 就是 吃一口 哇 怎么怪怪的啊 然后吐掉 你有没有吃 你只是尝吧 对不对 所以啊 其实这些人 那些人是他们得知真道 他们尝过了 他们知道有这个真的道理 可是他们故意犯罪 选择不相信神 选择不把耶稣的十字架 当成真正的那个救赎 他们选择回去杀牛仔羊 那么赎罪的记忆就再也没有了 你现在去杀牛仔羊是没用了 你要信耶稣才有用 其实在讲这个你知道吗 所以 好 那牧师 那如果我故意犯罪 神会赦免我吗 当你心里面 你在想 主啊 我故意你会赦免我吗 你知道神赦免你 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罪 包含你故意犯的罪 但是你有些时候很多的故意 真的是很故意 神确实因着你是神的儿女 祂会管教你 神会管教啊 你会管教你的儿女吗 会嘛 对不对 可是是为他们好的 所以他前功课没写完 就直接打断他的腿 不会这样嘛 对不对 功课没写完 有功课没写完 该有的惩罚嘛 对不对 可是呢 就是神也是这样 神会 神是我们受的 无非是我们所能受的 所以你要知道 不用太担心神的管教 没有那么可怕 可是他还是会管教我们 因为他爱我们 好 所以这边提到 这个前后我们提到 不可停止聚会 其实的重点在讲什么是 你们这些正在考虑要进入基督教的人 你不要停止聚会了 你要来 你要继续坚持 然后呢 因为你已经尝过了 你得知了真道 但是如果你故意犯罪不要了 那么你真的没有赎罪的记 赎罪的记再也没有 因为你已经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了 就算你不知道 犹太教的人再杀牛宅羊也没有用 你知道现在犹太教 如果他们继续现在杀牛宅羊 也不会赦免他们的罪 我们已经提过 前面有提到 你知道西伯来书 他真的很全面在告诉犹太人 但我们也可以在里面学习 就是 其实连旧约的罪 都是耶稣基督在使家上赦免的 耶稣赦免前约的罪 杀牛宅羊只是暂时遮盖住了 那是信用卡的概念 你刷信用卡 你逼一下或签名的那一刻 你并没有真的付钱 你是到结账的时候才付钱 杀牛宅羊并没有真的赦免的那一切的罪 他只是用信用遮盖了 然后这个信用是耶稣的信用 所以可以撑几千年 然后呢 一次在耶稣的十字架上背负的解决 OK 所以赎罪的记就再也没有了 不是在说故意犯罪 或者是基督徒犯罪 就没有赎罪的记 如果基督徒犯罪 就没有赎罪的记 那么 我一定选择死前才受洗 因为基督徒 还是会犯罪 说实话 我们当中每一个人 我相信我们绝大部分的人 你都是真心相信神的 你真的没有犯过罪吗 你信耶稣之后 我去很多教会讲到 分享 我问他说 我们当中信主最久的 有多少 有六十年的 有七十年的 有啊 七十几岁 八十几岁 公三岁就信耶稣 也有啊 对啊 真的有啊 然后那你们信耶稣 是有没有犯过罪 我这辈子都爱信耶稣 我怎么可以普犯罪 也有这种 对不对 我们三岁 五岁就真的信耶稣了 十岁就信耶稣 现在八十岁 这七十年来 没犯过罪 那那么早受洗好亏 如果他认为 信主以后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像君士坦丁大帝 就在病床上受洗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相信 耶稣赦免 受洗以前的罪 那提早就让你受洗 再害你 不是这样啊 我们今天要受洗典礼 对不对 我们不要害那个小朋友 那么年轻受洗 这样很亏 不是 你懂我意思吗 耶稣赦免你 过去现在未来 一切的罪 所以早点受洗 早点被赦免不是很好 而且早点进入盟府 你知道很多人说 信耶稣他付代价 我才不付那个代价 或是我信耶稣付那个代价 等我以后再来付 那你知道不信耶稣 也要付代价吗 你以为不信耶稣 就不用付代价 你信耶稣就迁入爱子的国度 你不信耶稣 你就在撒旦的悬下 就这样子而已 这样说好了 假设 有一个国家你很喜欢 你想要早点移民去那个国家 如果你想 还是你想要继续待在 你现在的国家 你很不喜欢 我只是举例 你可能很喜欢现在的国家 你懂我意思吗 你早点迁进去 那个国家也是要你缴税 那要不要付代价 要 问题是你现在的国家 你还是要缴税 而且你可能很不满意 懂我意思 我只是举例 你还是可以很喜欢 你现在的国家 祝福你 但你也是自由的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你今天可以选择 信耶稣 迁入爱子的国度 那你就会有 爱子的国度里面的 那一切祝福 你知道有些国家 国家福利非常好吗 有些国家真的很丰盛 他们国家自己 就很会赚钱 他们养国民 不是国民养国家 你知道吗 有这种国家 可是人家不随便接受移民 不要想太多 你懂我意思吗 有这种国家 我们的国就是 迁入爱子的国度 主要说 应该说 主要说本来就供应这一切 天赋本来就供应这一切 你本来就一定 能够吃饱 吃饱喝足 还有余可以祝福 这是基本款 你知道吗 你知道所有神的儿女 都可以在神面前 要求最基本 最基本的基本款 就是你能够吃饱喝足 有余还可以有余来帮助其他人 来祝福其他人 这是基本款 你知道吗 知道基本款吗 你知道 有一些地方正在测试 所谓的基本收入 现在正在 就是说 你不用上班 政府给你钱 你知道吗 有些地方正在测试这个东西 然后试试看社会会怎么样 因为有一个理论叫做 因为现在工业化了 机器人化 AI了 所以有一天人类用基本收入 然后人类不用工作 人类只要 这个眼睛都亮了 不用工作 他们还在测试 那比较测试出来 结果怎么样 我跟你讲 我们祝福我们弟兄姐妹 你不是为了活下去去工作 你是为了享受做这件事而做 我常常在想 我现在做的这件事 我没有薪水我也要做 我现在就算有200亿身家 我还是要做我现在做的事 我现在就算你叫我给你钱 我才能做 我还是会给你钱 但我不会 你懂我意思吗 我现在做的事情 我常常去思想一件事 如果哪些事情 你不给我钱我就不做 其实那件事 真的应该不是你想做的 对不对 有些人 比如说我之前问一位 做美甲的姐妹 我说你是很有艺术 我说你做的 我就说你把那个女孩子指甲 做的好漂亮 很有艺术天分 你是很喜欢做这件事吗 他说没有啊 这就虎口啊 这比较好赚 我说那如果不给你钱 那我当然不做完 你当我傻 我说好 所以我就为他祷告祝福 所以他就换工作 我们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 你做你快乐的 你享受快乐的工作 对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世界并不完美 这个世界并不完美 你不一定完全可以这样 但是我们可以求神 引导我们 慢慢慢慢开发 说真的我觉得 我很感谢主 你知道吗 我很喜欢讲道 你知道吗 但是我不会给你们钱 不要怕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我真的很喜欢 跟大家分享上帝的恩典 今天根本 我今天不是牧师 我也很想讲 我今天是牧师 我也很想讲 就算我今天 突然变得非常有钱 我还是会继续做 我现在做的这些事 因为这是我的享受 你如果很喜欢吃某个东西 你有钱也想吃 你没有钱也很想吃 你就是很想吃 因为你很爱做这件事 我就是这样 我很快乐的享受 分享上帝的话 懂我意思吗 我也祝福我们 天中节 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活在神 引导我们的 假设你在寻求一件事 有一件事你非常有热情 可是那个钱好像赚的比较少 然后另外一个钱好像比较多 可是其实你非常的 你纯粹就是看那个钱去做的 你要祷告清楚 因为如果你很热情去做那件事 你会发望 你会兴望 你会快乐的在那里头兴望 你知道吗 我们我有看到 有一些职业的 比如说棒球选手 他们多喜欢打球 到他去参加宴会 穿着西装 他路上还去练习场打一下 我说好 所以他就会 然后又领那种 美国职棒的年薪 然后又很享受 人生多美好 就是这样 我们求神引导 我们朝向这个方向 我们当中每一个人 在寻求各样方向 跟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里面的意愿是非常重要的 主啊 可是你是不是要我加给他 可是我看到他就想吐 那就绝对不是 那就绝对不是 如果你跟一个 你知道我真的听过 我真的 佛讨过这样的东西 他们以前的牧师觉得 他们两个合适 叫他们两个结婚 然后他们两个顺服去结婚 然后非常的痛苦 到现在还在痛苦 真的有这种事 拜托没有这回事好不好 你首先跟一个人交往 绝对是你们两个喜欢彼此 然后再寻求神 然后呢 你知道吗 牧师不才 但是也有几个姐妹跑来 在我年轻的时候跟我说 我有感动神说我们两个要在一起 真的有啊 就有人会跑来 我觉得还有神的话 我跟你说 我昨天读到这个经文 所以啊 我觉得神说我们要在一起 我说真的啊 你知道我怎么回应 真的啊 那我也回去祷告一下 然后我就祷告 主啊我不要 这就是我的祷告 然后 真的啊这是事实啊 我不要 我可以不要嘛 对不对 然后问题是 我说主啊我不要 我不要 神也说 我也不要 我也不要 没有你要经营 你跟神个人的关系啊 那个就是 你懂那个是什么吗 那个就是 白巫术 就是有些人想要把他意识 加在你身上 还说是神说的 懂意思吗 好OK 相同的寻找工作这件事情 其实 你去想想看 你的热情这件事 你会说牧师 现在这个世道 什么我的热情 我的热情 牧师你说 你要我做 我有兴趣的工作 我的兴趣就是不工作 是有吗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人生 你说 你说你要有理想 我的理想就是 有一天不用上班 我知道 我了解 可是其实 工作这件事情 被毁坏了 被毁坏了 你知道一开始 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 没有犯罪的时候 他们是有工作的 可是他们的工作 是很开心 他们是管理职 你知道吗 他们就是 总经理跟 跟执行长的概念 这样子 懂吗 然后管一堆动物 那个雷龙过来一下 然后我想要去高一点 然后雷龙就把你抬起来 对对对 然后那个谁 那个豹过来一下 我现在想要去东边 然后他就骑着豹 然后就跑过去 不是豹不是这样 这是马 对不起 好了对不起 好了回来回来 重点就是 他们是管理师 他们享受着这个工作 你懂吗 所以工作不是一个诅咒 直到人犯罪 然后工作变成诅咒 你要劳力 然后汉流 汉流浃背 然后什么 可是相同的 你现在信耶稣了 然后呢 怎么样 你现在信耶稣怎么样 一切的诅咒在十字架上了 包含工作的诅咒 在十字架上为你背负了 所以你可以被神引导到 做那个你欢欣喜乐的工作 但是你需要懂得 跟神建立那个关系啊 但是当然啊 我们还是 这个世界是不完美 这个世界还是握在 握在二者的权下 所以还是有些不完美的部分啊 你的客人还是会跟你杀架啊 你的老板也会跟你杀架啊 杀你的薪水 然后你的客人 又跟你杀你们的产品 杀你的业绩 对啊 这是真实的啊 那为什么 其实你知道 这整个都是结构性的 为什么大家要杀架 因为我 我以前被人家跪过啊 我以前被骗过啊 所以他要杀架啊 那所以他前面 那个人骗他 所以他受伤 他受伤 他受伤就要来杀你的架 你会发现 这里面是有一个 有一个 因为伤害 因为这个世界不完美造成的 因为有一个人被骗过 所以他决定 现在都要很苛刻的杀架 因为他受过伤害 所以人要得医治啊 可是我跟你讲 你不用担心 在未来天国都没有这些事 不用担心 我们可以进入真正 所以简单这样说 你在这个世界上 你真实的 还是会有一些不完美的部分 你不能跟他讲 我是你不能去面试 然后说跟老板说 我是基督徒啦 我要做我喜欢的工作 你可以试试看啊 那你就 无论老板是不是基督徒 你都不会拿到这个工作 你千万不要这样 好不好 所以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我们可以跟神说 主要你来引导我 然后你引导我 去做那个正确事 然后懂得 透过神的话来抓住神 然后让他引导 然后进去那个属于你的 特别的祝福里头 我上个礼拜讲过嘛 对不对 我在准备考试之前 然后书都读不下去 所以我只好读圣经 然后我的牧师就说 为什么你书读不下去 你都可以读圣经 我还一个 就期末考的前一天 晚上什么都读不下去 就把启示录全部念完 因为以后就要当牧师的 淡江大学读牧系 只是逼我读圣经的方式 不是啦 因为我需要寻求神 那主要老师就好难 我都不会 所以我就寻求神 然后我就开始读圣经 谁知道以后要当牧师 感谢主 耶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得益处 好 OK 所以我还是很感谢我的学校 虽然我补修付了好多钱 好了 为什么我们讲得 可能会讲到这边 主啊 好 OK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 如果故意犯罪 赎罪就再也没有了 这不是在对你说的 懂了吗 因为你已经得知真道 而且你不只得知 你不只尝过 你吞进去了 懂吗 你已经把神的话吃进去了 你属于耶稣 一旦得救 永远得救 一旦得救 永远得救 你只要真真实实的 从心里真的相信 耶稣基督为你死 为你复活的那一刻 就是一旦得救 永远得救 好 我们继续看28节 不用念 刚才念过了 你看 人根犯摩西律法 凭两三个见证人 尚且不得连续而死 他只是在讲 你看 如果连律法旧约 他其实在跟那些旧约背景人说 连你们的律法 有两三个见证人都不得连续而死 都用石头打死 更何况 更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 把那个只要因为相信 就称义的成圣之约 当成平常 然后你泄漫那个赐恩典的圣灵 原文是这样的 然后他要受何等的刑罚 当然你不相信耶稣 你当然真的要受刑罚 人生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个就是 信耶稣让耶稣为你背 不然就是自己背 出来后总是要还的 懂吗 你出来 你活在这世上 你总是有 最后一定要 一定要解决 你人生真的死之后 我跟你讲 如果这个世界 死之后 没有所谓的审判 没有所谓的地狱或天堂 那我跟你说 那些恶人 真的太聪明了 然后那些善良人 真的太笨了 你做什么好事啊 反正人死毒灯灭啊 你干嘛要做好事呢 反正 你最厉害的就是 假装自己是大好人的坏人 那种人才是获利最高的嘛 对不对 又有名声 又私下弄一堆有的没 然后最后死也不用付代价 那神就不公义啊 对不对 那好 那他们就是不相信这世界上有神 可是你不相信这世界上有神 你无法去解释很多很多东西啊 对不对 比如说好 他们说 那个生命是自然演化来的 你知道到现在人类没有办法自然从无机进入有机啊 不是说养鸡场没有机变成有机 那个机是机车的机 我不是说你很机车 对啊 是有机的机是机车的机 没错 机械的机嘛 对不对 无机变有机的意思是 你无法从一个无生物合成成一个生物 到现在人类做不到啊 然后他们却说在地球上的生物就是四十五亿年前 地球先存在 然后又过了几亿年之后地球的环境倒可以 之后呢 然后呢 闪电打到了什么 然后呢 最基本的氨基酸就变成了什么蛋白质 变细胞 然后演变成现在这样 你知道吗 你知道这样的机率有多低吗 就是你把七十七的飞机的所有零件丢在街上 然后昨天晚上风蛮大 吹一吹 今天早上就煮好了 就是这种机率 你如果把七十七的零件丢在街上 明天早上就不见了 被搬走 你想不想搬一个投诊站回去坐 你想不想搬一个涡轮引擎回去 撞在自己车上 不行啊 那太危险了 你懂我意思吗 你想不想把 你最少把那个钢板拿去卖 你也值得啊 对不对 然后他们却相信 这你就说 你就觉得这种东西都不可能 那你知道吗 那些无机物 变成有机物的机率 就是这个机率耶 在那个地球一开始那个环境 按照他们的说法 又是流氓又是火山又爆炸什么 然后那些刚出来的生命不会死掉 然后还会变成现在这个东西 而且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其实我们有研究过一个东西 叫做几率有神论 几率有神论 就是我们有录一集 然后呢就是你知道人类的这一切 这一切动物 以45亿年来说 那有点复杂 简单说以45亿年来说 人类的文明其实不过 就是这短短的几千年 那那个逻辑是非常不通的 那个没有时间讲 简单说就是真的有神 那如果真的有神 那就会有死后的审判 那既然有死后的审判 那就是要么靠自己来还 要么就是耶稣听你还 其实原本人都只能够靠自己还的 可是今天神自己来介入来救我们 世界上的宗教都是人去找神 只有我们的信仰是神来找你 神亲自自己做成这一切的救赎 神自己完成这一切 所以这边才说 我都已经来找你了 你还践踏神的儿子 将那死人成圣之约 所以你会发现 你信耶稣就成圣的这个约 祂当作平常 又泄满圣灵 所以祂当然不会得救 这边在讲没有得救的人 对不对 你知道有人就会说 可是我会不会就是那个 泄土圣灵泄满圣灵的人 你知道吗 当你觉得你会不会泄土圣灵 你就没有泄土圣灵 而且那个泄土圣灵 而前后门去看 就是你把耶稣当成别西湖 把耶稣当成鬼王 那你当然没得救 所以那个泄土圣灵的 今是来事不得赦免 意思是你没信耶稣 你没信耶稣 你当然的罪金 是来事不得赦免 你要自己付 懂意思了吗 所以大家要在恩典里头安息 不会让人家 哪一两个经文就可以框你 好所以 这边在讲的 如果没信耶稣 那当然他要受得刑罚 何等的重 超级重 当然了 好 十章三十节 三十一节就继续了 我们刚才都念过 因为我们知道谁说 生冤在主 我必报应 神自己说的 然后神自己说 主要审判他的百姓 如果在永生神的手里 真是可怕的 那也不是在说你 你不信耶稣 你有一天还是要来还你 如果在永生神的手里 真是可怕 真的超可怕的 你知道吗 我们神是爱 可是我们神也是烈火 我们神是烈火 我们神也是爱 可是当你信耶稣 他烈火一般的爱 火热的爱 是不是很棒 但是如果你没信耶稣 他烈火一般的审判你 那你要烈火一般的爱 是烈火一般的审判呢 赶快信耶稣吧 好不好 你有受过烈火一般的爱吗 没有 那你就去跟神求啊 这世界上很多是 不要想要从人满足 好不好 上帝可以用烈火一般的爱爱你 有一定会说 主啊 太阳太大了 好热啊 有些时候是这样啊 你看上帝求 主啊 就像我 我不是讲过吗 我的龙虾的故事 主啊 我需要你来爱我 结果吃龙虾 吃到快从鼻孔噴出来啊 我就会知道 他那个吃鸩唇 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吧 是有新朋友吗 简单说 简单讲 有一次 反正我在做一些事很累 然后我就跟上帝讲 你来爱我 就隔天就有人请我去吃龙虾 而且我还跟上帝挑说 我不要吃冷冻的 我要生鲜的 结果他那周 就该改成生鲜 龙虾吃到饱 我就点了六支 然后每次都这么大支 然后我吃到第四支的时候 我就发现 原来那个鲜味会让人头痛 我就开始头痛 可是我点了又不好 一直不吃 所以我就只吃龙虾 后面那个尾巴肉很多的地方 然后吃到后来这我就头痛 然后我就知道 什么叫做吃到从鼻孔噴出来 这就叫做烈火一般的爱你 懂吗 上帝啊 四支就够了 不行 你点了六支给我吃完 好 这就是烈火一般的爱你啊 懂了吗 会不会很烈火 够烈了吧 所以我下一次就节制 后来又再去那家餐厅 我就只吃四支 节制就是这样来的 懂了吗 你被满足以后 你就会节制 你很多时候不节制的问题 是因为你根本没被满足 所以你从神得到满足 自然活出那个节制 而不是我要节制 我要节制 我要节制又从自己来 主啊你来帮助我 你来帮助我节制 你为什么那个人不节制 因为他从来没吃饱过 有些人真的一辈子吃不饱 真的啊 有些人吃到饱现实 他从前面吃到最后 他还没吃饱 他嘴巴太小 好啦 OK 所以我跟你说 这边提到 落在永生神的手里 真是可怕 再讲没有信主的人 好 所以你看我们解掉一个圣经难题 对不对 好 十章三十二节请念 后面开始提到那些人 他们一开始 他们是有被光照的 简单说 意思就是 他们知道 耶稣说他是弥赛亚 而且他的门徒做的事都很厉害 而且好像又符合圣经 对啊 他们就被光照到 可是他们藏了 没有吃进去 对不对 你们要追念往日 蒙了光照 以后所忍受各样的灾难 你知道吗 比如说在世界各地 还是有些地方有迫害 你知道吗 在一些国家 他们现在聚会是会被迫害的 所以呢 那他们的木道友 跟他们一起聚会啊 对不对 但那种木道友 不是我们这种 啊 去教会看看 要去当那种木道友 也是要付代价的啊 对不对 被抓到 可能会被抓去关 或者是 甚至如果是 那个之前 伊斯兰国是要砍头的哦 现在我之前一天 又看到一个宣教师殉道 对 所以弟兄姐妹 真的现在还有这种事 只是我们在台湾非常幸福 你信什么信仰政府 都没有意见 可是其他地方 其实破坏是很严重 你知道吗 好像法国才有一个人被砍头 法国耶 法国耶 不是什么 什么回教国家 或者是 对 就是有啊 真的有啊 就是有这回事啊 现在哦 不是什么很久以前 就是现在哦 是真的还是有迫害的 好 OK 然后呢 你在想 那个时候 犹太教正要转型成基督教的时候 很多木道友 也是受那些迫害 蒙了光照以后 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 好 然后呢 是什么 来十章33节起念 一面被毁谤 遭患难 成了戏警 叫众人观看 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 那些一起聚会的 无论是信耶稣的 或是木道友 他们都被毁谤 他们遭到患难 成了戏警 就是知道 就是被人家看 然后很像演戏这样 然后笑大 你知道基督徒 你知道你不要想说 好像是以前 现代都还有这些事 比如说好 那个日本就有一个很有名的 那个 当然我们听过 天朝四郎十真 打电动的都看过 因为有些时候 有一个人叫做 就说什么 魔戒转生 你都别来讲 没关系 好 真实故事是 他是一个基督徒 他们是一群基督徒 在日本的幕府时代 然后他们被迫害 所以呢 他们就被尤阶示众 然后呢 因为他们信耶稣 然后基督教是被禁止 天主教基督教是被禁止 所以所有人 就在街上笑他们 然后拿鸡蛋打他们 拿牛屎猪屎打他们 然后他们就是所谓被毁谤 召唤乱成的事情 让大家开心的 然后再往更前面 罗马帝国那个时候 把基督徒拿去喂狮子 你知道在哪里喂吗 不是在监狱喂 是在罗马竞技场里面 外面坐了一群人 看着他们被吃 然后在那边欢笑喜乐 你想为什么要有这个吗 罗马的一个统治方法 是这样的 他们发现 只要在竞技场里面 有人砍来砍去流血 然后跟有人基督徒被喷 然后血喷了喷 大家就很开心 然后他们就不会革命 因为有人流血就够了 他们就觉得很开心 这是他们的统治方法 你知道吗 基督徒以前就是 被毁谤患难 然后承受这一切 照众人观看 然后同时就再去陪伴 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 懂吗 就是一开始 我们的先圣先行 我们前面信仰奠基的人 你知道那时候 信仰非常纯正 然后到什么时候开始 直到君士坦丁 开始停止破坏 之后 罗马 罗马帝主教成为 成为罗马国教 那时候还没有 罗马帝主教 简单说就 教会成为罗马的国教之后 然后开始信仰 开始玷污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变成改成规定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 你就不能担任公职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 你就不能怎样 后来很多人就变成 一堆假基督徒出来 所以前面的迫害 事实上让神的话语 非常的纯净 你知道吗 所有我们的圣经 都是迫害的时候完成的 最后一个圣经 大概西元一百年左右 当然可能再早一点 就是使徒约翰写的 那一切 那个时候 你知道信耶稣 要付上极大的代价 没有骗子把自己骗去死的 懂吗 没有人 没有人想要拿好处 然后来这里承受这一切的 所以那个时候 就非常的纯正 然后神留下那个圣经 然后再过了大概几百年之后 开始进入一个 黑暗时期的腐化 但是教会历史 现在没有时间讲 好 十章三四节请念 OK所以你知道吗 这边也提到 无论是木道友 或是基督徒 他们被 你知道你光是要听 去听就很不容易 事实上是很危险 你知道 大家有没有看过 有些人在路上看到有人开车 或者是有些人 有那个鱼的标志 基督徒的鱼的标志 你知道基督徒的鱼的标志 是干嘛用的吗 首先鱼这个字的 希腊文的字首 就是基督是主的字首 鱼这个字 英文是FISH 对不对 对 然后当然 你英文评不出来 但是基督是主 就你把它想象成 基督是主这四个字的字首 就是FISH 就是鱼 就是这个举例 懂我意思了吗 所以鱼是基督徒的标志 再加上得人如鱼 但是你知道吗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那个鱼是这样子 这样子 对不对 你晓得那是什么吗 那是天地会的意思 类似 大家知道天地会吗 左脚清明 右脚反复 反清复明 所以有人 左脚清明 右脚写重阳 就没事 对不对 大家有看周星词吗 好啦 那个时候他们天地会 也是清朝在抓 所以他们要聚会 都要做一些秘密的东西 要做一个什么符号 对不对 然后他们 然后基督徒也是 如果我是基督徒 我也觉得你可能是基督徒 我们要来聚会 我就在地上杀地 我画一条 我就画一条这个 然后呢你也是基督徒 你就连起来画一个这个 把它画成鱼 哦那自己来 这是我们的暗号 懂吗 我们以前当兵的时候 不是查照都要暗号吗 对不对 你讲什么 然后如果他回答案号不是 你枪就指过去 如果你在金门前线的时候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没当过兵 没关系 看过军教片嘛 对不对 好 就是我画 我在地上的杀地 画了一条鱼的这个这样上去 然后你就接着那个头 画一个这个 代表你知道我们的符号 这几人 好我们来聚会吧 他们是这样的耶 就是很像天地会那种感觉 你懂吗 比天地会还惨 天地会也很惨 也是一样超加灭祖 好OK 但是我要跟你讲 那个时候是这样聚会的 所以那个符号留了2000年 到现在还在 所以你现在开车 看到前面那个人 画一个鱼的符号 你就知道那是基督徒 对不对 好 但你不要撞他 谢谢 那是自己人 好 不要想要看更清楚一点 不要 真的 好 因为我们体恤的那些被捆绑 并且里面家业被人抢去 我们的前面的弟兄 前面是何等的承受那些 你知道那个时候 信耶稣财产充功吗 信耶稣财产充功啊 因为家业被人抢去 他们就会想 所以啊 与其充功还不如直接捐给教会 反物共用啊 没有啦 当然一开始最前面 还没有到破坏的时候的时候 他们就反物共用了 你知道吗 后来真的 有班基督徒根本失去公民权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凯撒 不是凯撒大帝的凯撒 是那个时候的罗马君王 也都是用凯撒这个词 那个时候的某一个凯撒 班的基督徒根本失去公民权 失去公民权 就是没有财产权利 的家业就直接被重工 是这样 他们是这样忍受的哦 然后他们甘心忍受 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 所以啊 我们其实在思想这件事 更美长存的家业 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很幸福 我们有自己的家业 就算你家业不是很多 你还是有家业 懂吧 没有都负债 我们是另外一回事 好 你还是有财产权 最少你是个自由人 你知道那个时候 甚至基督徒失去公民权 失去公民权的意思 就是你是努力的意思 他们就直接抓到基督徒 拿去卖 或是拿去喂狮子 是那样子的 还有你知道基督徒路灯吗 那个时候你路往 把基督徒绑在路上 隔三公尺 两公尺三公尺一个 然后烧基督徒的身体 当路灯 你知道吗 你知道牧师可以烧三天吗 对啊 你知道董卓被烧了三天 你知道 董卓被烧的时候 人家把他身体拿去烧 烧了 不重 好 所以啊 脂肪 好了 那个时候 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喜乐的 在讲我们以前的弟兄姐妹 受那么大的苦呢 好了 没关系 因为我们现在有更美长存的家业 我们其实非常幸福在这世上 但是你要知道 那更美长存的家业 不要让我们因为有世上的家业 不要因为你在世上家道丰富 你就没有去重视更美长存的家业 如果有一天钱财无用 我举个例子这样就好了 假设我们现在政府规定不可以用现金 你不要以为没有 印度前一阵子把那个 他们的最大面额的钱取消 你想要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吗 因为所有贪污A钱的人都留现金 现金都 比如说假设是一千块 他们就把一千块就藏在家里 然后他们就规定废除那个 然后在什么期限之内 你存到银行里面就可以 可是你存到银行里面 你就要交代这钱怎么来的 真的前一阵子印度有这件事 所以政府是可以废止那个钱的 他只是比较好心 他只是废止大张的 如果有一天政府废止钱财 废止钞票 然后呢 你钱都一定要用存到电子钱包 存到优额卡 存到各种方法 那你要存多少钱进去 那么当然全部啊 留两张 留两张一百块纪念一下就好了 还不要留一千块不然我亏 两千块更不要留 对不对 复印之后就拿去银行存 对不对 好 那题目来了 有一天钱财会无用 你要不要积在天上 更美长存的家 是不是很弱势 你知道吗 印度那时候抓贪腐的时候 那些人如果消息不到灵通 老早就把钱换成 他就把钱换成小超就没事 对不对 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有更美长存的家 你要知道有一天钱财会无用 首先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开这世上 人人都有意思 不是耶稣来就是你去 耶稣来你也要去 耶稣不来你还是要去 对不对 所以你要不要积财宝在天上 前提是你要确认真的有这个天上可以积 那你用你的方法去确认 事实上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读了非常多其他宗教的经典 我去做了一些比较 我还混进去一些单位去了解 后来发现这个是真的 这是我的路啊 如果你已经信了感谢主 如果还没有信 你用你的方法去寻求 不要不思想这件事 你不要以为那个鸵鸟看到有敌人 就把头埋在沙里面就没事 其实事实上生物学的鸵鸟不是这样 鸵鸟只是因为它很高 它要把头低下来让人家不要看好它 懂吗 好 那只是那是个比喻 我们不要以为你不处理就没这回事 有人说啊 那个你们圣经说那个 我不信基督教啊 你的神滚不到我 谁说的 如果神滚不到你 我也不要信这个神 今天不是 你信基督教 你就像基督教的天堂 你信佛教就去佛教的西方极热世界 你信回教就去回教的那个 今天如果是这样 我们干脆自己组一个宗教 看你自己喜欢什么来定做 反正死了就会去 哪有那么好啊 你以为开学校学生社团 或是肯定政党 就是有一位创造的神 他定了这一切的规则 而且告诉我们死后会去哪里 就是这样啊 如果每一个大宗教都说自己是唯一的 你知道吗 每一个大的宗教都说自己是唯一的 总会要么就是全部错 要么就是有一个对 这是逻辑问题嘛 对不对 也有可能这一切都是假的 今天还蛮福音的 圣灵引导 有可能这一切都是假的 所有的信仰都是假的 有这种逻辑可能嘛 对不对 全部都是假 也有可能 如果说不是假 也有可能有一个是真的嘛 总不能每一个都是真的嘛 每一个都说自己是唯一的 那怎么可能 那不是每一个都说 他们的神多伟大多了不起 每一个都说自己是唯一的 所以要么就是全部都假的 要么就是有一个真的 对不对 那如果有一个真的 你要不要搞清楚哪一个是真的 因为这跟你永恒也很有关系啊 所有的信仰里头都 所有的信仰都是有人死后的生命 对不对 如果不是人死后生命 那就比较信仰了 对不对 那么你也不要搞清楚哪一个是真的 我没有告诉你 一定要来信基督教 我不晓 神也许现在正在对你说 我不晓 为什么我现在感动就在讲 我们在讲这个 怎么会讲到那个 可是我有感动 我就在跟你说 真的 用你的方法来寻求真神 我没有要强迫你 但是你来寻求 看看哪个是真的 我会告诉你 我早过了 我真的 我去教会里面跟牧师摔圣经之后 那是真的 我知道这个是真的 这是我的路 你们不一定要这么提起 我还那时候你知道吗 我还去调查 我去参加意志特会 然后我就看到 有一个老阿公被推上去 然后就被祷告完了 他就从轮椅站起来 他就很开心走下来 我想说 演技好好 超感人的 然后我就一直跟着他 他就走去上厕所 我就跟他一起走去上厕所 厕所就只有我跟他 还有那个陪他来的人在门口 在厕所 我就想说 你等一下只剩我跟你 你应该不会那么敬业 然后他还是一副 好像就是刚好的样子 然后上厕所 你就感觉很像 就是一个刚刚 就是脚 有点没力 可是刚好的人 然后我想说 真的太敬业了 这很棒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演技这么好 怎么从来没有在其他的节目 看过他 这是合理的啊 演技这么好的人 人家一定会邀他演更多东西 那可能是那种业余玩家 有机会 所以我就继续盯了他 然后他们就真的就上车就走 那我没办法盯 所以我下次又在别的教会 遇到那个人 然后他就在讲这个见证 然后我想说 那该不会就是 这个教会要找他来吧 又是一个演技 然后我又在别的地方遇到他 就是那种平常正常 然后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他一直演那么久 这只在太不合逻辑了吧 总不可以每个单位都请他来吧 然后你就觉得 原来这是真的 这是我的方式啊 我机车的方式 可是我属于我的方式 我找到了 我真的 然后我还去问旁边人 你认不认识他 我认识啊 我跟他几十年来 我认识他 他以前脚不方便 前一阵子 一个一字特会好了 真的哦 你也是我少来 我是随机找人问的耶 我是这么铁齿的人耶 我随机找人问 我运气那么不好 都找到 居然全教会都是请来演员 我想这不合逻辑啊 我才奉献一百块 你找这么多演戏给我看 我好赚哦 我想说 你懂我意思吗 什么东西 你知道成本概念嘛 你找这么多演员 你要付多少演员费 这些演员还自己拿钱给你 哦 那个演员来演戏还要给你钱 哦 这生意真好 然后后来想这不可能嘛 后来才发现这是真的 好 你要知道我们的信仰是真真实实 你可以用你的方法 真理就是真理 真经不怕火炼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多少多少的人 想要摧毁基督教 多少的帝国想要摧毁基督教 他们都被神摧毁了 真的 所有 有苏联以前说 他们要起来 他们不相信嘛 因为无产阶级专政 因为什么 他们不相信有神 他们的第一台太空说 那时候是火箭 到了地球轨道 他们的太空人说 我在这里没看到神 这世界上没有神 那我在这里没看到蔡英文 这世界上没有蔡英文 这什么逻辑啊 基本逻辑不通嘛 对不对 哦 我没有看到川普 这世界上没有川普 那一切都是假的 他只是一个头发比较少的人 不是 为什么神要在那里给你看到 你为什么你到地球外面 你没看到神 就是没有神 神本来就告诉你 祂是不会让你看到的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硬拗 结果最后呢 苏联对抗神 然后呢 苏联被摧毁了 更前面一堆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知道 谁才是老大嘛 就是我们的老大是老大 跟对老大就不用怕 懂了吗 外面的老大出示小弟背 我们的老大出示老大背 这么好的老大不跟 跟谁啊 懂了吗 你就外面跟 你都要去背耶 现在是他背耶 这么好的老大 感谢主啊 来 十章三十五节请念 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存这样的心 必得大赏赐 你知道我们事实上 你可以从逻辑推论 或者是历史证据各样去寻找 这个神都是真的 所有的历史学家 只要是正常的历史学家 他们都相信 真的有一个人在耶稣 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 在巴勒斯坦的地方 被钉十字架 然后这些东西都是证明 都是有 那个犹太历史学家 约瑟夫斯 他就有写出这些东西来 他是一个 他不是非基督 他是犹太教徒 而且他还后来投奔罗马 他是一个犹奸 就是汉奸的犹奸 从犹太人的角度叫犹奸 不是奸语的那个用犹奸 犹奸 懂我的意思吗 好 其实汉奸这个词有点奇怪 如果他是满族的 他也是汉奸吗 如果他是蒙古族的 是汉奸吗 好了 这不是重点 所以你们不可丢弃 勇敢的心 存这样的心 必得的大赏赐 他在跟那些基督徒说 你们都已经来聚会 都受迫害了 你还不信 你会不会太亏啊 不要丢弃了 不要丢弃那勇敢的心 存这样的心 必得的大赏赐 好 了解 他在跟他们说 要来相信 然后你看我们现在 信都没有迫害 还不赶快还信 拜托 以前 以前这个东西 以前这个包包那么贵 现在赠品送你 你要不要 你还不要 还当他是A货 当他是假的 A货也要拿 反正免费嘛 不是 你懂我的意思吗 人真的很 这样子啊 那个比较贵 一定比较好 好吧 那所以呢 现在怎样 要信耶稣 要先收费是不是 不行 我们还是传福音 不可以这样子 但是我跟你讲 真实的就是这样 我们的神是 真真实实的神 耶稣基督用 重价把你买回 所以你可以 无价的得到 这些祝福 但是这个 这个救恩不是无价的 是极昂贵 只是有人帮你付了 你小时候 跟你爸妈出去吃饭 你要付钱吗 难道你爸妈 不用付钱吗 你爸妈要付吧 还是你每次吃完饭 回家只有爸爸跟你回去 因为妈妈在洗盘子 当餐厅洗盘子 应该没有嘛 对不对 一起回家嘛 对不对 所以你不用付钱 并不代表 他是低价的 是有人帮你付了 后面这位 十字架上的耶稣为你付了 所以我们不要 丢弃勇敢的心 如果我们当中 还没信主的人 不要丢弃勇敢的心 来信 来相信 如果已经信主了 你要继续 积彩财宝在天上 真的 你的财宝在哪里 心就在哪里 OK好 十章三十六节请念 你们必须忍耐 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 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 就有一个经文提到 什么叫做行神的旨意 什么叫做成神的功 来信耶稣 就是做成神的功 因为神已经做成祂的功了 所以你要来信祂 为你做成的功 你也做成这个功了 但是当然有些事情 神要你做 那是另外一个角度 所以你们必须忍耐 你要继续 在那个破坏里面 在他们那个时候破坏的时候 他们要继续来相信 耶稣要得着所应许的 要相信 打从心里相信就得着 好 十章三十七 三十八节请念 你知道吗 黄字的一人必信得生 旧约也是有的 哈巴古书是有的 一人必因信得生 不是新约才有因信称义 旧约也有 一人必因信得生 好 所以这边还有一点小疑问是 还有一点的时候 那将要来的就要来 必不词言 那一点的时候 到现在还没到 感谢主啊 主如果到 如果那时候到了 我们都不用得救了 对不对 人家以为是主 主是词言 其实不是主是宽容 如果主早点来 我们家人很多还没得救吧 你是不是亲朋好友还没得救 用他们祷告啊 你不一定容易跟他们传福 因为是亲朋好友 他们不大容易 但是你可以祷告 然后你的弟兄姐妹们 可以去跟他传福音 你知道你跟自己的父母传福音 跟你的家人传福音有点难 可是你的朋友可以传 或者是你祷告他们认识朋友 对真的 我真的是 感谢主 我就祷告 然后就有人 就有那种很爱传福音的 去找我爸爸 一直讲一直讲 我爸以后就不跟他联络了 最少我看到神是信实的 而且我爸感到最后好了 心里相信 可是我就这样 都OK了 没关系 就是这样 真的神是非常信实 你知道耶稣姓什么吗 耶稣姓石 他叫石耶稣 因为他是信实的耶稣 不好笑吗 其实蛮好笑的 耶稣信实啊 他们不信耶 不是耶和华 耶稣哦 然后他堂弟叫耶利米哦 不是哦 好了 耶稣是信实的神 可是他没有 他不是信石头的石 好OK 是非常信实的神 好 一人必应信得生 他如果退后 我心里就不喜欢他 OK这边有提到一个问题 你会发现 我心里只是不喜欢他 有一些艺人会退后啊 我问你神比较喜欢 亚伯罕这种艺人 还是罗德这种艺人 喜欢哦 我问你 其实你又完全一样 爱着你的孩子 可是你其实会比较喜欢 哪个孩子 会不会 你会比较 就是说喜欢是一种感觉 爱其实是一个决定 你的小孩子 这个孩子乖乖的听话 这个孩子故意在那边闹 你一样爱他们 可是其实你比较喜欢 这个比较乖的孩子 做了这个行为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 在那边讲退后是个行为啊 确实有些艺人会退后 可是他还是艺人啊 他是一个软弱退后的艺人啊 还是得救啊 懂意思吗 因为在那个破坏里面 有些艺人真的退后了啊 你知道吗 好 我们有一个经文 记不记得有一个经文提到 如果我们不在主面前认主 主也不认我们 记得这个经文吗 所以有人就说 所以我无论如何都要认主 就算未来真的 我遇到破坏了 假设伊斯兰国的人 拿着刀子架着我 说你有没有信耶稣 如果你不认 你这就面临一个问题 因为你认为 如果在人前不认主 主也不认我 所以如果我现在说 我不是基督徒 我等一下被砍了 我就不会得救 我说我是基督徒 又会被砍 我该怎么办 我没有叫你不要认主 但是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 有一个很有名的人 不认主 他叫什么 彼得啊 他是不是三次不认主 那耶稣有没有突然跟他说 你不认我 你在人前不认我 我也不认你 没有啊 耶稣早就预言 你会不认我 但是我会为你祷告 你还会被兼顾 你要再回去兼顾你的弟兄 懂意思吗 所以你要知道 那个在人前不认主 其实很重要一点是 你没有信耶稣 你信了一旦得救 就永远得救 我不是告诉你 所以你要放弃你的信仰 没关系 但是我跟你说 如果我被伊斯兰国的人 架着刀子 我为了你的信仰 我还是要宣告相信神 因为为了你的信仰 不是为了我的信仰 而且如果神要我训道 我OK 但是我不会自己去找训道 我没有这种兴趣 好 我只要跟你说 我们可以灵巧向蛇 寻羊如鸽子 对不对 但是因为你不是在那个律法里 我若在神 我若不认主 主也不认我 不是 因为连彼得不认主 神还是认他 还不止 你知道吗 那个彼得不认主 然后耶稣回过来看他一眼 彼得会出去痛哭 你以为耶稣那一眼是 在斥责他吗 是在怪他吗 耶稣那一眼是在跟他讲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但是你不用担心 我也为你祷告了 你知道吗 彼得为什么出去痛哭 他痛哭的点不是痛哭主指责我 是痛哭原来我真的靠着我自己 同一个晚上 所有人都在那边喊 我能够爱你 我可以为你死 我可以为你做这一切 可是 只有一个人称到耶稣的下面 不是说只有一个人 是十二门徒 十二使徒里面 只有一个人称在耶稣下面 他是谁 他是约翰 为什么约翰能够称到 耶稣十字架下面 因为彼得说 我很能够爱你 我很能够爱耶稣 约翰说什么 约翰说 耶稣很能够爱我 在约翰福音 约翰称自己 耶稣所爱的门徒 他所爱的门徒 耶稣所爱的门徒 约翰高举 耶稣爱我 彼得高举 我爱耶稣 不是说你不要爱耶稣 但是你要在 耶稣爱你的前提之下 被爱到满的去爱耶稣 所以我们教会 才不会一直说什么 你赶快来服侍 你赶快来奉献 来证明你爱神 你要先被神爱满了 爱开心了 爱到一个部分 然后来做 可是相同 其实有些时候 你已经被爱到一个部分 你要来回应神 所以懂得我的意思吗 彼得那个时候的痛哭 是原来我真的靠我自己 我真的不行 果然如同耶稣说的 鸡叫我三次不认他 而且彼得不是遇到生命危险 彼得第一次不认主 在烤火 然后旁边只是一个婢女 一个婢女问他 你不是家里人吗 不是我不认识他 你知道吗 没有人拿刀拿枪对着他 他只是在自己的压力恐惧里面 懂我意思吗 那彼得不认主 还是被神接纳的 所以一旦得救 永远得救 OK 但是我们不要故意不认主 还有另外一个 如果你是领袖的时候 你要知道一件事 你的生活还有一个部分 圣经也提到是你的榜样 你必须在神面前有榜样 因为有很多人是照你的榜样行 这跟你的奖赏也很有关系 好 10章39节请念 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 乃是有信心 以至灵魂得救的人 我们的保罗为了 对不起 我认为希伯来书是保罗写的 好 我们希伯来书的作者 他为了怕我们误会 我们前面在讲基督徒 然后说什么 你故意犯罪就不会得赦免 所以他说 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 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 乃是有信心之灵魂得救人 请问要多信才会灵魂得救 信就灵魂得救 懂了吗 你确实可能会碰到 有些在刚才那些患难里头 有些人被逼迫的时候 他就决定不信耶稣 因为他从而都还没信过 所以他就是退后 所以会入沉沦 因为他的受文者本来就是 有这个畏信主 尝过天恩之味 却没有吃进去的人 但是确实他的受文者 也有是基督徒 那你自己要知道 哪些经文是对你说的 因为毕竟我写一封信 因为保罗写信不是一对一写信 他是写给整个 整个希伯来世界的教会 所以总会不可能否一个人 所以你要知道哪些经文 按照总原则解禁 你知道总原则解禁就是 用一个圣经的大原则 来解其他的经文 所以大原则就是 因信称义对不对 所以在因信称义的前提之下 这个经文显然是在对 那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说 退后入沉沦的人 因为你退后真的 你原本要信 你藏了天恩之味 你原本要进来 可是你觉得不要了 我都已经跟他们在一起 都一直被破坏 好讨厌 我都被充公了 算了算了算了 他退后了 历史上真的也有这种人 但是保罗说 我们这些信的人 是有相信救灵魂得救的人 懂了吗 好 所以感谢主 弟兄姐妹 你知道 在我们的 其实这一切也是神做的 我们在一个民主的地方 你知道民主还有 我们的这些权利 我们每一个人被保护这些东西 他们刚才家业被充公 他们失去公民权 你知道这一切都是 基督教文明长出来的吗 你知道在还没有基督教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很严重的奴隶制 那你知道英国 比如说英国有一个微博福斯 他是一个非常近前的基督徒 他废除了大英帝国的奴隶制度 就在颁发废除奴隶制度之后 他就死掉了 他这一生就在做这件事 他是那时候英国首相的好朋友 有一个电影叫做奇异的恩典 就在讲这个故事 可以去看 你知道神自己超自然的介入 你知道那个时候 简单说 我们的公民权利 我们能够投票 我们可以有自由财产权 我们可以有自由意志 这些都是基督教文明来的吗 神都在做 所以神透过他前面的很多作为 让我们现在拥有这一切 当我们拥有这一切祝福了 我们可以拥有家业 我们拥有自由的权利 你有选择 你现在可以选择 你要不要来聚会 他们是拼了命要去聚会 你可以选择你 哪一间教会 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教会可以选 他们就路上遇到基督徒画一个鱼 他们就要赶快聚会 然后他们只要能够遇到 你耶基督徒耶基督徒 赶快拨饼 赶快抓住神的应许 所以我们其实要珍惜 当然神为我们做了这么多 你知道 有一个说法是 有一些少年吃苦的孩子 他们后来比较有成就 因为他们懂得珍惜 我们其实我们被神照顾得很好 我们还是要懂得珍惜 我们当中特别是 如果你家业很丰富的人 特别是你家业很丰富的人 你可能会觉得 十一奉献天哪 你十一奉献三千 我十一奉献十万 我奉献五万就比你多 我没有要跟你 不要去比这些东西 我鼓励你为了尊荣神 为了荣耀主 你来试试看十一奉献 你可能已经很丰盛 你十一奉献看会更丰盛 你试三个月 没有的话 你就不要十一奉献 因为圣经上 说可以试试看 唯一说可以试的就是这个 那我们当中弟兄姐妹 如果你试试三个月 而且是对恩总教会 十一奉献有问题来找我 真的 只有对恩总教会 其他教会你去找你的牧师 这个我没有办法 然后我真的 我们已经好多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就开始看到神经提示 就是这样 所以真的 我们来 你要知道我们有家业丰盛 要用这个更多来尊荣主 用这个来 用美好的资源 更多来传福音 把上帝的美好分享出去 你知道我们其实很幸福 我们是那个有信心一致灵魂得救的人 好 但是再前提 再讲一件事 如果你才刚信主 你还没有真正的被神爱到 你什么事都不做也没关系 你不奉献神也爱你 你不来聚会神也爱你 可是你不来聚会 你怎么藏到神的爱呢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你不读经神也爱你 可是你不读经 你怎么藏到神的爱呢 对不对 然后呢 你不服事 好 没关系 你就先不服事 因为你很多时候服事 你可能会觉得你在付出 那就不要 你就是领受 但是你继续被神爱爱爱爱 爱到一个地步 你会发现 你里面开始有力量 开始改变 那个时候 你知道吗 捐血很多时候 都为你自己好 你知道吗 捐血其实对身体比较好 大家知道吗 而且你知道吗 你每捐500公 500cc 你就会瘦半公斤 这是事实啊 而且500cc的血超过半公斤 血比较重 好 OK 听不懂笑点吗 在非洲 每一分钟都会过去60秒 这是一个冷笑话 OK好 我只要跟你说 我们其实 你一直领受一直领受 然后你就会 教学相长 你去付出的时候 你就会领受更多 然后你就会被扩大 懂意思吗 你知道死海 跟加利海的差别是什么 死海一直近 一直近 一直近 所以它就越来越 闲 加利海有近有出 越南河近有出 所以加利海 就是一直生养众多 而且很多神机 都在加利海旁边 耶稣没去死海旁边 行过任何一个神机 可是耶稣在加利海 加白农啊 这些地方 到处行了许多神机 所以我也鼓励你 你被神 你从神领受许多的祝福 然后来服侍神 然后来付出 你会得着更多 然后 但是再强调一件事 如果你觉得你没有 你还是没有领受法 你就尽量地跟神要 就很像牧师的例子 我的方法 其实就是吃好吃的 所以神就用我的方法 你可能可以 你可能比较有水准啊 我要去欣赏艺术 那就给你 就把你灌在罗浮宫三个月 这样子 没有啦 这样也太可怕 烈火一样的爱 要小心喔 好 懂了吗 吃龙虾吃到兔 想试试看吗 也不 其实到后来真的 吃四只就极限了 真的 什么东西过了就不好 你要知道 神给我们的祝福 真的非常的大 所以你尽管跟神求 任何不够的就跟神求 让祂来爱你 让祂来充满你 然后 但是当然我们 你可能会就 可是我跟神求还是卡住啊 单独地来到神的面前 按照进度读圣经 然后让神对你个别说话 好 让我把你先闭上 就是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谢谢你爱我们 而且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 主要祝福这里 每一位弟兄姐妹 主要我们今天看到了许多 我们以前的前辈们 他们承受的那样的苦难 主要他们财产被充公 被耻笑 被辱骂 我们现在也仍旧 被人家好像耻笑或辱骂 但是没关系 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 背起你 要我们背得十字架 是的 在这世上有苦难 但我们可以放心 主耶稣胜过这个世界 主耶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 所以你不用担心 主耶稣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主耶稣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所以我们只管来到 他的私人做钱 就可以得连续蒙恩会 做随时的帮助 耶稣完全懂你 所以只管跟他说 然后建立与他个人的关系 然后从那里头领受 属于你特别的引导 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 谢谢你 你超自然继续来做 主耶稣也许我们生命中 我们很多人 祷告也祷告了 然后奉献也奉献了 什么也做了 其实有些时候 你的观念需要改变 你的魂的部分思想要改变 那个观念想法改变之后 你会发现很像水龙头 好像那个水管被凹住的地方 一凹一凹回来水就通了 主啊 帮助我们 可是正确的思想改变 需要听正确的讲道 而且被神修改扭转 来到神的面前寻求 按照进度独圣经 让神对你说话 祝福这里每一位 奉行祷告 阿们 好 再来就是信仰宣言 请站起来打同心意来念 我相信上帝拆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他胜过死亡 并且从死里复活 我现在是上帝所爱的孩子 因他流的宝血 我大大得福 蒙受极高的恩宠 及深深被爱 我永远脱离疾病 灾害与死亡 耶稣如何 我在世上也如何 好 请闭上你的双眼 打开你的双手 你说本周的祝福 主啊 我们在你献上感谢 主啊 你何等的爱 我们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 主啊 是过去的弟兄姐妹 他们承受了许多的迫害 然后他们所做的那一切 主啊 他们种的那个小树 如今成为一个很大的树 让我们可以享受这个树的鱼印 跟各样的祝福 主啊 谢谢你 主啊 你做成了许多奇妙事 让我们不要在祝福里面 然后就好像没有那么看重主 主啊 他们拼了命来聚会 主啊 我们今天是拼命的不想聚会 主啊 帮助我们弟兄姐妹 让我们的心能够安息 让我们的心能够安息 不要被定罪 然后能够享受耶稣拼命 为我们做成的这一切 然后在神的恩典里头 被神摸着 主啊 是的 无论在现场的 在直播的 或者是在未来要听见的弟兄姐妹 让神对你特别的说话 你要听正确的讲道 每周都要 如果是可行 请你尽力的来让神对你说话 来尽力那一切的祝福 如果是可行 我请你来建立私人的跟神 个别的关系 你可以找你自己的经文的进度 来得着那个属于你特别的话语 主啊 是的 你用生命界28章的祝福来祝福我们 主啊 你用亚伯罕主耶的祝福来祝福我们 使我们出眼蒙福 入眼蒙福 举手不举尾 再上不再下 白日太阳不能上我们 夜间月亮不能害我们 那五间别人的毒病 那个瘟疫都不能临到我们 让我们去对的地方 遇见对的人做对的事 成就那上帝美好的应许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赋上帝的赛 圣灵感动和交通常 你终于我们这边同在 从今时直到末了 大家一起说 阿们 好 再来想邀请你跟我做一个祷告 邀请耶稣住在你的心里 赦免你一切的罪 给你一个全新的盼望 可以让过去的一切失败 跟一切的痛苦都过去 让耶稣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 预备好了吗 等一下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 如果可以 你可以把眼睛闭上 让你说出来的话 宣告出来 让你的心里完全相信 来看见上帝的荣耀 要开始了 好 那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邀请你 我邀请你 住到我的心里 住到我的心里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我的过去 我的过去 都交在你的手中 都交在你的手中 我的未来 我的未来 那美好的未来 很美好的未来 也在你的手中 也在你的手中 亲爱的圣灵 亲爱的圣灵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来引导我的一生 来引导我的一生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相信你为我死 我相信你为我死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又为我复活 又为我复活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我所有一切的罪 我所有一切的罪 定罪 定罪 诅咒 诅咒 疾病 疾病 死亡 死亡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我回到你的家 我回到你的家 我是有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大有盼望 我大有盼望 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